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伙伴们 大家好 爱健康 爱你们 这节分享让我们来聊聊肾虚与头发健康不得不说的那些事 本节话题 肾经损耗 头发白得快 掉得多 肾虚会引起烧白头 调整生活方式和营养可以逆转 肾气气血双盔导致孕妈产后大量脱发 遭遇斑突 地中海脱发 需要补肾气和调情绪 双管齐下 黑桑肾搭配黑枸杞 覆盆子 是建发护发的最强食物 大家有没有发现 发型对于气质和颜值的提升非常重要 如果满头白发或是秃头 往往会让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十几岁 那些嘴上调侃着不是发际现在后仪 是人生在前进的秃头星人 都在默默下单各种防脱产品 某平台大促使 单件防脱产品的预定量就超过了13万 可是 即便你把防脱产品试了个遍 可能依旧没什么效果 因为表层涂抹 可能无法触达根源 你知道吗 白发 脱发和肾的健康密不可分 肾好的人 头发茂密黑亮有光泽 肾不好 头发容易早白 失去光泽 亦脱落 所以 想要拥有茂密乌黑的秀发 要从解决肾的问题开始 中医学认为 肾齐滑在法 那么 头发反映一个人体的肾气 肾经的充盈与否 所以 我们看到 如果肾藏的精气 充盈的时候 毛发就会变得非常的润泽 另外 肾经所化生的血液 如果充足的时候 那么 也会出现 毛发粗壮 而且 看到 毛发具有非常丰富的光泽 那么 对于有贫血的人 那么 就容易出现 毛发的干沟 那么 如果 存在着肾经不足的人 还会出现 头发容易变白 容易出现脱落 肾主收敛 如果肾虚的话 肾经收藏力量不够 就特别容易脱发 有些 易凸的朋友 还会在气温骤降的秋冬季 遭遇更加严重的脱发问题 此时的脱发 不仅和肾气有关 更和气血有关 在不同的季节交替的过程中 人体的内分泌 生活节律 以及 气血运行的状态 都会出现一些变化 那么 到了秋季 头部受凉 会造成 头皮的毛血管的血管网 它的一个开放减少 毛血管收缩增加 这时候 我们的毛囊 血供就会减少 也更容易加重了毛根部 营养的缺乏 如果在秋季 或者是冬季 我们应有的这些补益的措施没有及时到位 那么毛发适于乳养 增加了脱发的这种机会 肝藏血 发为之鱼 毛发是由血所生 头发的营养来源于血 肝肾同源 肾经不足 就无法滋生和转化为血 这样就会使肝血亏虚 没有足够的养分到达头皮 头发就更容易脱落 不仅如此 肾气和气血也会影响白发的出现 一般情况下 女子六七四十二岁 发屎白 男子六八四十八岁 发病斑白 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但如果长期熬夜 沉溺于夜生活 就会未老先衰 年纪轻轻就出现满头白发 这是身体提前好气 导致肾气不足的表现 如果存在着头部皮肤的气血失调的时候 就容易导致毛发失其所养出现早白 焦虑 紧张 失眠 多虑 这些都可能会造成人体营养发育和营养吸收方面的障碍 那么也会表现在这个头部皮肤 以及头发的一个生长的状态 那么针对于营养方面的异常或者是情绪方面的异常 所导致的白发 那么是可逆的在充足的睡眠和这个适当的压力的缓解的情况下 那么得到改善 那么补充的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以及头部的按摩 头部血循环的改善 都有利于白发的一个纠正以及脱发的环节 比起让人看起来为老先衰的白发 更焦虑的是大面积脱发 尤其是对于产后妈妈来说 一边承受半夜喂奶的痛楚 一边头发大把大把掉 发际线不断升高 发缝不断扩大 马尾粗细只有产前的一半 看着突如其来的颜值跳水 谁能不崩溃呢 那么在这个妊娠分娩之后呢 出现了这个脱发增加的这个情况呢 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第一个呢 还是分娩之后呢 那么磁蕴激素的一个水平的改变 会影响到头皮部 第二个呢 就是分娩之后呢 女性承担了很重要的任务呢 就是补育呢 这个下一代 养育育宝宝 那么这个需要呢 费心 费力 费精神 过度的疲劳状态 以及呢 睡眠的剥夺 或睡眠的不足呢 也加重了呢 肾虚 再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知道呢 妊娠 补育 这些过程呢 对母亲来说呢 都是一个耗香气血的这个过程 那么母亲呢 用自身的气血呢 来化生了胎儿 同时呢 也用了自己的这个气血呢 来补育呢 这个孩子都会使得呢 母体 它的一个营养缺失 导致呢 分娩之后的这个母亲啊 容易呢 出现呢 脱发的情况 分娩后的这个母亲呢 那么她的体育锻炼 以及呢 户外活动的这个减少呢 还会呢 造成呢 维生素D的缺乏 那么维生素D缺乏呢 那么也会造成呢 毛囊循环的这个异常 这些呢 也都会呢 进一步导致呢 这个毛囊萎缩 以及呢 头发的早期脱落 产后脱发不只是激素水平改变导致的 营养状况和精神压力 也会诱发脱发加剧 有的妈妈为了产奶 吃肉多 蔬菜少 可能导致头发所需的维生素 和微量元素摄入不足 又或者白天晚上都不能好好休息 这些都会让妈妈精神崩溃 导致内分泌失调 从而加重脱发 还有一种突如其来的土 也和精神压力密切相关 有一些呢 工作压力大的年轻人 会出现呢 头部呢 不规则的区域毛发的集中脱落 那么在医学上呢 被称为斑突 老百姓呢 把它称为鬼剃头 头发的这个脱落呢 那么既影响到美观 更显示呢 我们人体呢 存在着一些呢 健康状态的隐忧 那么斑突呢 不会造成呢 我们头皮部感觉到呢 疼痛或者呢 是搔痒 但是呢 它会引发呢 像焦虑 失眠 或者呢 是其他的一些呢 精神状态的异常 另外呢 那么有这个斑突的朋友呢 那么也容易呢 出现一些呢 代谢方面的异常 头顶部的头发呢 集中的脱落 头的两侧后部呢 头发呢 还都保持一个浓密的状态 显示出这样一个地中海了 那么这样一个脱发呢 那么也叫突顶 既与年龄有关系 它与肾虚呢 存在一定的关联 同时呢 也与呢 这个生活不规律 过度紧张 以及呢 长期熬夜呢 有关系 那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 一方面呢 要规律生活 一方面呢 要补义肾气 那么通过呢 补肾阴 补肾阳 补肾经 这些呢 有针对性的措施呢 来解决呢 肾虚的问题 某知名女主持人 曾在社交平台自爆 万般突引发热议 很多网友纷纷晒同款 没有毛囊的头皮 就像没有企鹅的南极 只剩下苍白和冷 很多人仗着年轻力壮大肆熬夜 得不到休息的器官 要强撑整个身体的正常运行 只得靠分泌雄性激素 来给大脑打鸡血 雄性激素分泌多了 就更容易脱发了 除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 营养摄入不足 也会让头发离家出走 都说黑色食物可以污发护发 那么如何搭配 才是效果最佳的呢 黑色素的这个形成呢 那么既源于营养物 也源于我们内在的 这个先天的肾经的充足 在《黄帝内经》中呢 那么记载了色黑入肾的 这样的这个知识 对于头发来说呢 往往能够起到呢 剑发护发的作用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看到呢 针对于呢 这个已经有这种少发 或者是白发的这个人群呢 在日常的黑色食物的 一个补充的同时呢 还可以呢 来服用一些呢 对于呢 人体呢 有保健作用的 药食同源的食材 在《滇南本草》中呢 也记载了 桑腎子呢 可以易肾脏 固精 九福呢 能够呢 黑发明目 黑桑腎 搭配黑枸杞 覆盆子呢 那么这些呢 也有一定的 补肾 易肝 养发 明目 这样的作用 肾 是体内掌管元气的司令 只有它精气充足 才能让五脏六腑 循环正常 头发 才能够吸收到 丰富的营养 而脱发 早白 就像手机电池 只剩下 20%剩余警告 重视肾经补充 改善肾虚 才是正确的充电方式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跟突然 早白 说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